好了,在講高中的因式分解之前呢,我們就來講一些小學的東西 一個東西就叫做因素分解,英文來說也是叫做因素分解的 什麼是因素分解呢?就來舉一些例子 例如把6分解為2乘3,就是因素分解的例子 留意2和3其實都是6的因素,英文來說仍然是叫做因素分解 好,再例如舉多個例子,如果我們把12分解為4乘3 這裡又是做了一個因素分解的 留意4和3都是12的因素 其實留意小學有學過因素這個概念 好了,到第二件事了 第二件事就是質因素分解 跟剛才的因素分解來說,我們多了一個質字 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又是來看一些例子 我用回剛才的一條來做例子 如果我們把12分解為4乘3 這個是一個因素分解 但留意這個不是一個質因素分解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4不是質素 而3就是質素 那記不記得什麼質素呢? 很快地提一提 除了一同自己之外,沒有其他數字 除了它們,那就是質素 不過這樣就不詳細說了 如果我們把4分解為2乘2乘2乘3 那你會發覺在這裡每一個數字都是質素 那我們就做了一個質因素分解 當然你可以寫好一點 寫作2的2乘3 那就最帥氣了 再舉一個例子 例如18 18 18 我們可以刷做6乘3 那這個呢 這個是做了因素分解 但是還沒有做質因素分解 那留意這個 6不是質素 所以我們可以刷做2乘3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乘3 然後再整理好一點 就是2乘3的2乘4 這樣就完成了這個質因素分解 prime factorization 那做質因素分解 究竟有什麼用的呢? 那我們再下一個 再下一個 又是小學學過的東西 那就是HCF和LCM 那用回剛才的例子 如果我們要找12和18的HCF和LCM 是多少 那我們會怎樣找呢? 那如果用回小學的方法呢? 那小學最常用的是什麼方法? 是列舉法 對吧? 最簡單容易想到的 那首先呢 怎樣做呢? 就是呢 例如我們要找最大公的因素 那我們呢 就要找回12的因素 是什麼呢? 這樣列一列出來 12的因素是什麼呢? 1 12 2 6 3 4 這樣列一列出來 然後呢 還有就是18的因素 1 1 18 1 2 9 1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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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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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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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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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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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3的2次方 這個質因素分解就跟我們原先學開的小學學開的短循色相關 其實正正就是同一樣東西 我們怎樣透過質因素分解呢 其實就可以找到兩個數字的HCF和LCM 怎樣找到HCF呢? 大家看看 看不看兩個數字都有個2 那我們就拿次方最小的那個 看不看兩個數字都有3 我們拿次方最小的那個 那你會發覺呢 就會算得到整整 HCF就是6 那LCM呢 就剛剛調轉的 是否兩個數字都有2 那我們就拿次方最大的那個 兩個數字都有3 那我們也是拿次方最大的那個 那這個呢 4乘9 正正就是36 這樣我們就可以 利用這個質因素分解 就可以幫我們找到HCF和LCM 好了 那既然找到HCF和LCM究竟有什麼用的呢 那我們來講一講其中一個用途先 記不記得小學呢 我想都沒有什麼人會記得的 小學呢 學完HCF和LCM之後呢 之後那個課學什麼呢 就是通訓母了 通訓母就是怎樣呢 例如 又是用回我們剛才做的例子 如果我們將12分之1加18分之1 那我們怎樣加起來呢 那就要做一樣通訓母的東西 應該小學生都知道 但是通訓母是什麼呢 通訓母是什麼呢 通訓母是正正就是12和18的LCM 那由於我們知道呢 12和18的LCM是36 那我們可以先寫定在這裡 兩個都是36 那12怎麼變成36呢 上下都乘了3 所以呢 分子會是3 18怎麼變成36呢 上下分子分母都乘了2 那所以這個分子是2 所以就算到最後的答案呢 就36分之5了 那你發覺呢 這個Pine Factor 要幫忙找Lcm 用完Lcm之後 就是用來通訓母的 那就是小學學的東西 其實呢 我們去到高中 中四其中一個Polomio 也會學回雙類似的東西 但是我們就不是做數字,我們是做代數式的通份母 這件事就到到時候再講,暫時講到這裡先讓大家明白 究竟Factorization其中一種作用是用來做什麼的